好 也是发生在台南 一名保全在值班的时候睡着了 还睡在地上 这样子画面让住户看了又气又傻眼 当场拍下来PO上网 而这个保全呢 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睡觉了 经常被人发现喝醉酒 在值班时就这样子呼呼大睡 还曾经因为低血糖送医 问题频传让住户是伤痛脑筋 就连童爷看了都觉得实在是太夸张了 走进值班台就看到保全穿着制服躺在地上 但他不是因为身体不舒服晕倒 而是竟然在睡觉 见到这一幕 气得住户一把火直接冒上来 明明是值班时间保全睡成这样 简直太夸张 但夸张的还不止如此 因为这不是他这个晚上第一次睡觉 先是当晚8点 保全躲在桌下睡 被住户叫起来 当时变称是在索罗斯 接着到9点又被看到一次 这位保全干脆不回答 没想到到11点他还是继续睡 被叫起来后依旧变称没在睡觉 直到接近一点 四度被住户发现 气到直接露营 他血糖不低 然后喜欢喝酒 就常常睡在外面 会不会觉得很困扰 有啊 有困扰 是因为爱喝酒 然后常常在职 一般是在睡觉 那是很夸张 有说 因为晚上保全就是管制人员进出 可能会睡成这样 如果是一般的情况比 要嘛就是扣款 要嘛就会被当场解雇 除了睡觉 还有酒醉工作 更曾因为低血糖送医治疗 问题频传 不仅让住户很头痛 就连同夜看了 都觉得相当夸张 三班的话 可能会马上打给主管 或是主管先来带 一定要有人 不能放开 一般情况 只要要嘛就严重 就这么急 绝对不可能 他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很严重 好在这名保全已经离职 住户不用再 一个头两个大 身为保全 酒醉上班 执勤时呼呼大睡 网顾住户安全实在不可取 记者黄富奇 台南采访报道